今天刚好赶上梅花节 上午我们欣赏了一下梅花 还买了很多东西 现在是下午 看我们都遇到了什么 买到了几百年前的 非常精美的和服上的小配件 每次都赶上排队的这家餐厅 终于吃到了 中午了 我们要找地方休息休息 吃点饭 上一次本来想来这个饭馆 结果就人特别多排着队 今天呢比较晚了 有将近两点钟了 我们看看现在人多不多了 好像是人不多 太好了 今天能吃到美食了 这家应该不错 每次都排大场队 房子很老 很雅致的一个餐厅 这上面还有这个 钓糊的那样 要了一份 鰻鱼饭的定食 另外一份 好像是关东煮的定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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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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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茶壶 好像有汤 可以做茶泡饭 这边有一个锅浆肚子 还有一个好像是豆皮 还有天葡萝 好香 好香 底下是米饭 上倒水是吧 嗯 上倒水是吧 嗯 嗯 嗯 感觉这个鰻饭的套餐是特别好吃的 好像点的人也很多 终于吃到了这家正常的饭点排大队的好吃的饭馆 大家来这边玩可以过来尝尝 确实不错 很推荐 好 我把详细地址写在说明里 为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黑莓柳 吃饱喝足休息好 我们继续逛集市了 对 嗯 嗯 嗯 你要吗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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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日本很多有意思的东西都跟茶有关 如果不会喝茶可能就失去了很多 在这方面的感性认识 慢慢的习惯喝茶 在欣赏这些老物的时候会带着一些脑补的画面吧 哦 铺块盘 哦 铺块盘 哦 铺块盘 他每一个都是有画的 有画的 有画的 这个小铺块盘 铺块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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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那兔子特别凶 是吧 就看你咬人的兔子 对 长着尖牙的兔子 这是老建筑上的一个构件 这是一对纯银的木棺 就是刀柄上的金属片 就是对于用刀的新手来讲 告诉他卧在哪里 主要是装饰作用 小的随身鞋带的 神坎这些 佛坎 今天叫佛坎 对对对 佛坎 佛坎 因为今天是北野天满宫的梅花节 所以今天的人确实比平时多一点 出的摊位也挺多的 我们准备再多逛逛 看看能不能再收点好玩的东西 这家摊位前面这些都是些纯银的器物 这个摊位看来是专门经营这些金工工艺的一些小配件了 这些是带流就是和服上的配件 这些是带流就是和服上的配件 就是和服上的配件 这个也特别精致 特别好玩 above 对 对 对 这名字叫金工神 看清楚了吧 看清楚了吧 这水机的 这一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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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这一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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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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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这儿 这一口 车 等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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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真好说 还挺有眼光的 你看 这能摊这东西都好 价格其实还行 这个特别贵 这个特别好 这是一个鉴饼 4万8 但是我这手机拍就拍虚 选了半天 挑了这三个带流 觉得非常的精美 大正到昭和时期的吸管勺两用的 这个是给清理的 这样清理 它还有这么一个东西推动 取了上午买的这个纸做店 就准备溜达溜达的往回走了 这个长瓣的小铝锅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上面有一些小影 然后店主也不知道 朋友们谁知道 哪怕您给我留言 我也了解了解 谢谢 好 这个应该是放了姜末的姜米酒 来杯尝尝 这个是店家手做的 味真香啊 姜味 无尘每周带您去古董集市逃货 如果您喜欢 请点赞订阅 或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观看购入品介绍 谢谢大家